兩個成年人直接在超商裡頭 吵起來 派遜民眾指控 面前這個阿伯插隊還大聲 人身攻擊 還嚷嚷就是要插隊 不然想怎樣 事發在新北板橋 統一超商分店 根據店員透露 這位阿伯是店裡常客 當天因為喝了酒又要買酒 但想拆平買 嬰兒在店內大小生 店員避免再生事端 才先幫他結帳 也不斷跟其他客人道歉 影片曝光引來不少討論 眼間網友認出這個阿伯 常常都是喝醉狀態 正常就目中無人到哪都不排隊 其他人則幫店員平反 可能因為忙起來加上混亂 無法知道先來後到 確實店內秩序店員也很難關了 如果超商緊鄰學區很有可能 因為放學時間大排長龍 尤其是你前方如果有人插隊 觀感真的不佳 像是這位大人做了壞榜樣 直接打牌那大小 對此超商表示 內部都有持續宣導 店員遇到特殊情況 以自身安全為優先 而在臺南另一家超商 則是小學生反向阿伯 三個國小生各佔一張桌子 打電動大呼小叫 其中一位還把腳放在桌上 阿伯規勸卻被回全家就是我家 說還是要阿伯不懂廣告梗 超商回應希望消費者能發揮 同理心互相尊重 只是說現在很多超商店員 好心規勸反被攻擊 畢竟超商休息室不像餐廳 店員更不是風紀股掌 消費者還是得自律維護使用權益